大家好,欢迎来到米格拆封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360视频呢 渐渐地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而随着现在智能手机的超级快的发展呢 几乎人手一台吧,几乎是人手一台 然后呢,会有很多这样的搭配手机的360智能拍摄 比如说现在有三星的Gear,还有Insta360等等 三星的这个Thamsung Gear 360呢 它是针对于这个三星的手机 当然是安卓手机 同时呢,它是比较针对于三星的 另外呢,现在比较流行的有一款叫Insta360 这是Nano 而这一款呢,这个产品是针对于这个iPhone的 后来就说OK,有没有一款这个设备啊 针对我们这个安卓手机 别说Insta360,确实有这么一款 它就是今天我们要拆封的主角 就是Insta360 Air 这款设备呢,是针对于这个安卓的操作系统的手机开发的 但是,据我所知呢,未拆封之前我就知道 它不是针对所有机型都适用的 因为安卓手机的碎片化是太夸张了 希望今天呢,拆封之后我的手机 1加1手机呢,是可以适配这个 这款设备的 OK,我们先看一下包装盒的上面 四个产品特性 一个是360全景视频和照片 同样呢,可以共享到这个社交平台上 这个标志是Facebook 然后同时是Beauty and Future 它是自动带美颜功能的 自动带美颜功能 我觉得对于很多女生来说是 天大的喜讯 Live Streaming of Panoramic Video 这个就是可以360直播 直播视频 流水传输 然后正面呢,就是这个Insta360 Air 这款 这个产品的一个在相机上使用的样子 看起来呢还是比较现代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把它拆封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包装 因为它是个正方形的 然后纯白色的这个七身盒子 我觉得眼前一亮 也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精致的 因为东西小巧再精致 就会让人爱不失手 哇,打开之后呢是这个样子 马上就要开一开了 Yes Insta360 Air 一个圆球形的一个装置 它之所以称为Air 是因为它机身足够小巧 就像空气一样 大家都知道iPad Air 就是超薄嘛,对不对 然后里边 拿出来之后啊,真是 内藏三层玄关 里面有我们这个 USB Adapter 这个是USB的转接线 这个转接线具体做什么 不是很清楚 但是看起来这个包装是非常别致 东西也是非常别致 它这个不同于以往 这个处理线的一个转接头 而且它是外置钢条 然后有一个快速 安装向导 其实我非常期待 到底是怎么用 保修卡一张 然后一个快速安装向导 撕开之后呢,这就是 Insta360 大概就这个样子 两边各有一张贴膜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Insta360 感觉这是一个塑料 还是一个软胶的塑料 我们是只可以把它拔出来的 这个东西不用说了 这是一个保护壳 因为它是特别圆形嘛 可以滚掉的 哇,真的做得非常小巧 就像有点像一个 BB8 那个小机器人头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上边没有任何的按键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按键 也就是操作呢 应该是直接在手机上完成的 包装说明书里面 究竟对它是一个怎样的解释 而且这个设备呢 它是支持两种接口 一种是Micro USB 一种是USB Type-C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使用技巧都告诉你了 原来这个东西呢 是直接插入到我们的电脑上 在电脑上呢 可以直接立起来 就是 这也是一种直播方式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直播呢 是直接用笔记本 或者用电脑直播的 所以它这个东西呢 确实是 还是有一定用处的 它这个语言好像是西班牙文 我要找英文 或者中文 中文在这边 快速安装指南 然后现在扫描了这个 然后下载这个官方的APP 下载完之后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我们就简单的 试一下 在试之前看看它这个整体结构 它这上面有一个什么 烧路孔 什么前视图 镜头 镜头当然左边和右边 然后 其实指示灯 接口 其实非常简单 使用了一些技术参数的 镜头是F2.4镜头 照片分辨率是3008x1504 这个非常奇葩的 视频分辨率是2560x1280 部分手机支持3008x1504 我依旧有点晕 但是具体 它还有一个正常的指示灯状态 正常绿灯长亮 红灯说明闪烁 就预停异常 相机通电单位识别是蓝灯长亮 指示灯不亮都不行 就说白了 说白了就是 连接上之后呢 只有绿灯的时候 你才可以放行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 产品包装 还有一些简单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试一下 能不能把它使用 直接通过扫码呢 这个 然后进入到一个界面 这是Insta360 Air的界面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安装这个软件 我们点击立即下载 这时候可以看到 我已经插到这个手机上了 大家看接上去最后 就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就有点像你的手机上 突然长了一个小头 然后我看下载完之后 这下载文件 然后下载需要很长时间 这个大概需要 这个两分钟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Hello 大家现在看到了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挺帅的 嗯 嗯 录出完之后呢 我可以在这边走走 我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家的全貌是这样 我可以旋转地看一下 这其实就是Insta360 然后呢 在观看的时候 它可以 感觉画质也比较清楚 像我走动的时候 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然后它可以拍照片什么的 然后如果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还挺好玩的 Hello 大家现在看到了 就是这个 我的这个小架 我可以看到 其实我是 现在在录制过程中呢 可以看到底下这个 就是 挺帅的 其实其实就是Insta360 然后呢 在观看的时候 它可以 感觉画质也比较清楚 你看我走动的时候 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然后它可以拍在照片上面 在一起我的这个 工作间在录音 大家 感觉怎么样 好了 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画面呢 刚才就是 大家 我用这个手机演示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拍摄出来的效果 具体效果怎么样 大家也是感觉到 这个其实三流轮视频呢 如果 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呢 是完全可以发挥出它的功效 因为我们 比如说可以 进入到一些房子当中 让大伙呢 在看你的视频的同时 有一些这个可以自动操作一些角度 真的有一点 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试完之后呢 感觉这个操作起来 现在它呢 有在优点 有在缺点 我简单地说 它优点是非常的小小 非常的便捷 随时装多了 也可以揣走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相机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 另外呢 就是说 它的缺点就是 它的软件呢 我刚刚在使用过程中 经常的有意无意的崩溃 所以它兼容性呢 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完美 经常会出现一些软件跳出 或者在拍摄的时候卡住 首先呢 我要确定的是 本身硬件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最关键的是 软件的碎片化 特别的严重 因为它支持的这个系统呢 最好是安卓7.0以上的机型 然后 硬件配置稍微高一点 像我这个 刚才在使用大概有五分钟的时候 这个整个手机 是一个极烫的状态 包括 它也是非常热的 就是说 它消耗了特别大的 这个CPU的处理 无论是在播放 还是录制的时候 都会消耗很大的资源 希望呢 日后的软件跟硬件呢 都跟上 毕竟 Insta360 Air呢 真的是开了个好头 让我们日后的安卓手机呢 也可以拍出完美的这个 360视频 希望360视频呢 以后每个人都可以拍出自己的 一小段 好啦 这里是米奇奥克斯的开封 也非常感谢呢 因为刚才在拍摄过程中 实在太热了 所以把帽子都脱掉了 发现 希望大家谅解一下 好啦 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频道 在之后呢 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 好玩的产品 还有一些产品的使用过程 还有些视频 OK Whatever I'll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 by bwd6